吴嘉有儿出长城,韩剧有一段时间,流行男女主角从童年时期演起的公式,而被称作是男神御用童星的这位少年,可以说是近几年等他长大,呼声量最高的演员,接下来就一起看看,这位准备成为下一任男朋友的预备男神,南多岭的成长故事。 南多岭出生于2002年,小时候母亲接到一个视镜的邀约,本以为只是一般的儿童评念模特,到了现场才知道是电视剧视镜,而这部作品就是风靡全球的花样男子。 当时六岁的南多岭,饰演童年时期的花泽泪,从小就灵气可爱的他,印证了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的这句话,也因为出众的外貌,受到许多导演的青睐,让他以童星的身份出演了多部作品。 南多岭是属于内向怕生的性格,起初他只是懵懵懂懂的,把演戏当作创造特别回忆的经历,没想到却越演越入迷,而真正让他一名惊人的作品,是韩剧皮诺丘里一场五分钟的哭戏,剧中身为消防员的父亲因故失踪,在面对社会大众的误解,以及媒体记者围攻的质问,南多岭在短短五分钟内,消化了冗长的台词, 难以驾驭的特写镜头,还有满腹委屈,无助,愤恨不平的情绪,让人无法相信是一个12岁的孩子,能够展现的气场,也因此让他成为了精湛演技出名的演员,而不再只是人人口中的漂亮孩子。 随着年龄增长,进入青春期的南多岭,退去了稚气的外貌,多了份温柔正气的英姿,如果不说他是演员,或许会被误认是娱乐公司的偶像吧,南多岭可以说是00后童星里,邀请顺位一位的演员,只要是有需要童星出演的电视剧,就会出现抓住南多岭这样的话,少年时期的他更是变得炙手可热, 韩剧很喜欢以童年作为开头的叙事手法,因此在成年演员登场之前,童星们是否能抓住观众眼球,就变得至关重要,南多岭就属于这种,让人无法一开目光的天才童星。 他几乎演变了韩国男神的少年时期,像是六龙飞天的刘亚人,王在相爱的临时玩,只是相爱的关系的李俊浩,广播罗曼史的银斗俊,过来抱抱我的张鸡龙,狐狸新娘星的李帝勋,一半的一半的丁海银,startup的金轩胡等,让不少剧名笑称,南多岭才是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。 值得一提的,还有南多岭与李忠硕的缘分,从皮诺秋,当你沉睡时,到电影秉袭,三度合作的经历,不仅让他有了小李忠硕的称号,也展现了更加成熟的面貌,像是在当你沉睡时,从玩世不公的金法叛逆男孩,到父亲离开后,立志成为检察官的稳重少年,细腻十足的反差形象,让作品更加引人入胜。 不止不渝谁的小时候,在演艺录上,南多岭也积极地寻找自己的定位,在电影《许三观》里,南多岭突破1600比1的视镜,扮演和正宇最疼爱的贴心大儿子,但在厌血得知不是亲生后,只能对心爱的父亲改口喊叔叔,被冷落的样子让人相当心疼。 在电视剧《记忆》中,南多岭看着失智症的父亲病情不断加重,过程中各种惊讶和心疼的情绪,以及渴望成为大人的无众模样,同样也赚了观众不少热泪。 在孤单又灿烂的神《鬼怪》,他饰演在国外被收养,却遭受家暴的少年,在得到人生重要解答后,依然遵循内心的选择,堂堂正正的模样相当帅气。 而在《德鲁纳酒店》,南多岭化身一头蓝法的河神,虽然有着少年外貌,但宛如河水般平静透彻的眼神,散发出神,稳重的气场,虽然只出现几分钟,却也带来高度的话题。 近期在某一天灭亡来到我家门前,南多岭罕见的没有悲惨的绅士,扮演难搞的网络小说家,搞笑幼稚的青少年设定,让作品增添了轻松的化学反应。 把握住所有独当一面的机会,南多岭在美丽的世界,终于获得高分量的主演位置,饰演遭到校园暴力昏迷的男孩,在角色诠释上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,他都坦言感到相当煎熬,更难过地表示校园霸凌不该存在,虽然是一部较为沉重的故事,但也是南多岭目前最满意的作品。 成年后的南多岭在面对越来越吃重的戏份,以及观众对他的高度期待,不免会感受到压力,但相对地也成为他持续前进的动力。 近期,南多岭将带来两部灵异题材的作品,分别是网络剧《优秀巫师甲斗心》,以及电影《第八页》,并与金赛伦、金玉珍,两位前代顶级童星强强联手,扮演看得到恶灵的富家公子,与拥有神秘力量的平头和尚,一直以来都想尝试,现实中无法经历角色的他,希望也能透过这些作品,展现更多元的魅力。 南多岭每年都带来三到四部作品,至今量产42部电视剧,5部电影,3部MV,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时间休息。 如同《三金一旅》一样,南多岭也有互相激励成长的童星战友,在《六龙飞天》他与李蕊首次结下缘分,在南多岭妈妈经营的哀志中,时常能看到他们共同出游的合影,私底下还会一起出席志工活动, 青梅竹马般的友谊,延伸到另一部作品广播罗曼史时,更是让观众陷入了粉红泡泡,而其中一段蒙眼之吻,也让两人献出了荧幕初吻,心动指数不疏与真久语今所炫,当年在想你的双出吻,让观众不禁向各大电视台喊话,拜托出资让两人和拍爱情剧吧。 虽然拥有一张出恋脸,一路上从来没长歪,不过大部分的童星,由于工作压力和睡眠不足,往往会陷入身高魔咒的难处。 南多岭的身高目测约为170公分左右,有点可惜没办法加入长腿欧巴的行列,不过也有不少用演技自带气场的演员,相信实力向来备受赞赏的南多岭,未来也能在演艺圈中,成为不容忽视的巨人。 以上就是预备男神,南多岭的成长故事,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,可以按个喜欢,并订阅我的频道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